本星期洛杉磯远法医公布了 毛特儿Nicole Coates的试检结果 她的死亡并非谋杀而是意外 试检结果还证实了警方之前的说法 Coates的死亡 与另一名毛特儿Melissa Mooney的死亡无关 尽管死者Coates被发现时场景血腥 但警方仍确定她的死因是由于意外过量服用可卡因和酒精造成 Coates于9月10日被发现死于其位于South Grand Avenue的公寓内 两日后另一名毛特儿Melissa Mooney 也被发现死于其位于South Figueroa Street的公寓内 天下卫士记者编辑报道